SING 不好了 新姐 下个月节目单出来了 他们真的要看烟石 蔡总 亮星啊 你怎么这么貌事 萌业不小就进来 蔡总 要不我先出去吧 别出去 你有什么事 坐着说吧 找我有什么事 蔡总 夜时点击率已经在稳步增长 而且已经进入广告 你为什么还要砍掉它呢 那几个小广告 根本就是杯水车型 连支持你夜时的 运作费用都不够呢 蔡总 我现在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可以让夜时这档节目 点击率更高 那你怎么样呢 亮星啊 你要理解我的苦衷啊 你如果能像夏瑞那样 时不时给公司拉些赞助 解决公司里一些资金问题 那要保留这个夜时 不是不可能的 蔡总 良心姐那么高贵冷傲 她怎么可能去拉夏联 拉赞助呢 你就不要为难她了 蔡总 如果我拉到了赞助 这个节目就可以保留 只要资金到位 那当然没有问题啊 但是赞助不是那么好拉的 你看一下夏瑞 这方面你好好地向她学习 她最近刚刚拉了一大笔 飞腾集团的资金 为公司里解决不少问题 所以她才能主持 婚姻班主任对吗 那也是人家努力的结果嘛 听说良心姐 跟剧镇国际的关系不一般啊 要是良心姐能够拉到 剧镇国际的赞助 那可是解了我们公司里的 燃眉之渴呀 对吧 蔡总 良心啊 你认识剧镇国际的总裁 我不认识啊 良心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要是不想去拉下脸 拉赞助的话 你也没必要撒谎吧 夏瑞 你别信口开河好吗 蔡总 我真的不认识 良心啊 你也知道 为了栽培你们公司里 花了不少心血 现在你们一个个成名 有出息了 有能力回报公司 这是责任 姿态不要太高嘛 蔡总 好 我不勉强你 能不能给公司 拉赞助 那是你的自由 你呢 帮我做个中间人 替我组织个饭局 让我跟剧镇国际的老总 一起吃个饭 这个赞助我亲自来谈 这 良心姐 蔡总都这么说了 你就不要推辞了 还是上次去参加什么 纪念派对和那些影模一样 是冲着什么目的 夏瑞 你不要揣测 别人私生活好了 管好你自己 良心姐 我可什么都没说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嘛 好了 好了 你们都不要吵了 这事就这么决定了 我跟你说啊 夜时这个节目 是你自己要求保证下来的 那他的运作费用 你自己想办法 这忙我只能帮到这儿 我们先出去吧 把时间递递约好了 再通知我 那蔡总 我先出去工作了 好 蔡总 我真的不认识剧镇国际的总裁 自己想办法 他就不认识剧镇国际的总裁 我说 你能让你递递 自己想办法 那我们先去 也能帮你 我认识了 你不认识剧镇国际的总裁 你能够认识剧镇国际的总裁 我认识剧镇国际的总装 你能够认识吗 我认识剧镇国际的总装 你能够认识吗 我认识剧镇国际的总装 怎么啦 味道不对 我闻到这股咖啡里面有一股浓浓的阴谋轨迹的味道 没有 绝对没有 行了 不是先阴琴 一定有目的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借钱面谈 我可是穷光荡 我可是穷光荡 对了 你们公司老板是不是叫佟俊明啊 对啊 他真的跟传闻里说的一样 平时很低调而且不肯抛头露面 不要相信什么传闻 但是有一点是对的 他确实是不愿意抛头露面 这确实是真的 你们关系是不是很好啊 又是同事 又是经纪关系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呀 你打听这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 职业习惯啊 你是不是如果要把他约出来的话也很难啊 没错 除非地球毁灭 或者外星人降临 否则他是绝对不会出来随便跟生人见面 这么夸张啊 炸咖啡真的不错啊 这小饼干也不错啊 蛮好吃的 这地方以后可以常来啊 怎么办啊 你脑子 你脑子是不是进了一大桶水啊 你脑子是不是进了一大桶水啊 拿童聚明来开涮啊 那天刚好是夏日也在 我也是一时受刺激 所以才 现在我肠子都快毁清了 你们快点帮我想想办法吧 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吧 你应该跟蔡总 直接坦白 坦白从宽 或者会有一条后路啊 不行 这样的话 我以后在蔡总面前 怎么还抬得起头来做人啊 曲哥 你不是说 见过童聚明 庐山珍面目的 全国也没几个吗 是啊 他只会见超级贵宾 普通客户他是不会见的 再说 他所有商业活动 也从来都不出席 连万能的狗仔队 也都没有拍过他一张照片 我只是听他的同事说 他有多钻石王老五 我自己都好奇得要死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找人假扮童聚明 和蔡总共进晚餐 不行不行 那也被识破了怎么办 姐姐又认识这么多男模 保证给你找一个领地级别的 怕什么 曲哥都说了 根本就没人见过他 还是不行 太不安全了 我也觉得可行 你先搞定蔡总 保住范围 这一赞助商嘛 你就说 童聚明最后反悔了 反正他们也不会碰面对质啊 哎 你怎么还瞎起哄啊 有你这样的员工吗 嗯 叫我们出主意的也是你 胆小怕事的也是你 当初撩狠话的时候 怎么这么硬气啊 我都快烦死了 我都快烦死了 你怎么回事 我都快烦死了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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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